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點啦 我要選人 你要取消這一票 還沒98歲 搞錯呀 只有18歲 你們看到沒有成績 你們看到沒有這些篩選成果 搞的 姐姐 其實有沒有些甚麼來的 表演 看看 對著一停 你這樣就好去投票啊 小浩登及後 我們找到什麼 市民請過來 我這樣其實是 是是是 是是 在哪兒子 舂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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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十歲的說話 我給你一句話 我給你一句話 你給我一點點 我給你一句話 你還給你一句話 你怎麼看 你那些雙胞胎 你怎麼看 然後你那些雙胞胎 然後我給你一句話 我給你一句話 你怎麼才算呢 那你站在那裡的作用是做甚麼 你的作用是甚麼呢 請問 我看不出你的作用 什麼裝作? 只是告訴別人我的態度很差 與我無關的事 我已經服務了你了 你就排隊了 這個排隊就說 你再排隊吧 那你不如有什麼夢想 你也有什麼夢想 我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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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人排隊 我們一起排隊投票 我給了他身分證據 他記錄下我的身分證文法 然後就叫我投票 選了三個選擇 我投票後 有位老人跟我說 一年九十八歲還沒 我說還沒 其實我剛才發現這個投票 十八歲以下是不行的 那我之後就明白 為何他們的原關 會用一個比較符合選民的資格 可以讓他們投票 但事後還要 我沒有勞勞 我已經刪除了我的資料 事實上他們根本什麼都沒有做過 一部電腦是關掉的 另一部電腦是繼續被人投票 這些所謂刪除了都是怎樣 那現在你的要求是什麼 你是否擔心你私隱被暴露 首先,我希望他們儘快可以立即刪除資料 現在等待他們回答覆 但現在他們繼續報紙到 繼續被人用,但不奇怪 這些資料沒有被其他人看到的 其實很多疑問 但他們有找人出來解釋 最好沒禮拜這樣回答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